塞班岛战役 其中塞班岛的地理位置对日本来说尤为重要 而对于美国塞班岛也具有很重要的占领价值 如果拿下塞班岛就能够即刻打破日本的海上防御圈 美军的轰炸机范围也能覆盖到日本本土 1944年6月美国派出7万士兵包围了塞班岛 日本的海军司令部就在岛上 美军进行了连续三周的轰炸 岛上几乎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但日本鬼子却仍未被完全消灭 在得知日军具体的堡垒位置之后 美军开始狂轰滥炸 日军指挥官南云中医 在认清塞班岛再也保不住了的现实之后 下令全岛的日本人都要为天皇献身 不给美军留一点资源 当时岛上还剩1000多名官员 100多名家属和100多名女学生 日军先逼迫家属全部跳崖 并用机枪扫射他们 而剩下的100多名年轻的女学生 则被1000多名士兵享用了 日军声称 价士们浴血奋战已经完成了天皇的使命 即将以死效忠天皇 而这些女学生则需要贡献自己的身体 以表示对英雄的安慰 随后 女学生也统统被杀 无一幸免 后来美军打扫战场 发现悬崖下有一千多具日军尸体 和107具一丝不挂的少女尸体 想想那样的场景真的是后背一凉 这种可怕变态的事情 恐怕也只有日本人才做得出来